历经5年的时间累积了70多件精彩画作 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在屏东美术馆所举办的一游东石巡回展 共有台湾本土35位大师级的水墨画家 展出70幅画作 借由画作带领参观民众 重游东石乡熬古诗地 体验东石的风俗民情 这次连展难得之处 在于邀及的都是艺术界资深画家 亦由东石策展人洪仁宝老师表示 要集合这些一流的艺术家 前职工作比展览还久 在他的奔波下串联起这次的画展 因此作品水准都很高 可看性十足 东石乡虽然偏乡偏远 但是它有一个世界级的师弟 叫凹谷师弟 战地有大概700甲 也是东南亚最大一块师弟 尤其在冬季半年内 整个候鸟聚集的时候 非常有特色 当时的一个构想 就是邀请全台湾知名成就高 很有能见度的一些艺术工作者 艺术大师们 能够分几批的 到东石乡这个偏乡的海边 去作画 把艺术的高度带到偏乡 然后借重这样的活动 能够提醒大家对生态 对国图 对这个国家 这个地方的重视 对艺术家能够进入乡下 能够把这个整个 艺术的一个连结 能够带到全地方去 为什么到屏东来呢 因为我这个车展人 就是屏东市人 刚刚屏东美术馆 最近办得非常有声有色 场地也非常的好 所以能够带到屏东来 也是屏东市民的福气 这次展览的可看性 是35位画家 都是台湾的水墨名师 全都以台湾东石乡风景 为创作题材 而且都是水墨画 调性一致 却又各具风格 尤其画作很贴近 东市生活 仿佛回到熬谷失地 也期待唤起民众 对生态保育的重视 法级新闻五庸曲 屏东采访报导